去追蹤獨家報導 連鎖美食賣場鬧出食安風波 還沒一個月二度發生驗出農藥殘留 即使買到不是被驗出的同一款商品 但只要是同個品牌 消費者也會難免感到害怕 而另外臺北有一家老牌美食餐廳 在地經營超過十年了 老闆說為了讓消費者大家吃得安心 公布自家的起司來源是臺灣廠商 常調都有經過驗制 現烤松軟麵包 加上漢堡排新鮮酪梨 搭配濃郁的起司醬 以及番茄美生菜點綴 超澎湃的漢堡出爐 全頭大的肉排在鐵板上 逼出陣陣香氣 將起司片和乳酪丝 同步放到煎台加熱 等到表面微焦後 淋在漢堡上一口咬下肉汁四溢 起司還會砍稀 餅飾很好吃 一定要大波起司 我們有用兩種起司 一種是黃色的 然後另外一種是起司是會牽絲的 為在臺北民生社區的老牌美食餐廳 在地經營超過十年 幾乎每到料理都會加到起司 碰上好事多 甘落實案疑慮 業者緊急撇清 強調都配合臺灣有認證過的廠商 其實的話我們是有那種 專門送貨的那種中盤商 然後他們一般應該都是有認證 有檢驗過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的 不過大概也是十幾年 美食餐廳再三強調起司來源要讓顧客安心 因為好事多先是在七月爆出甘落不合格 沒想要隔一個月又再爆出另一個品牌 也殘留農藥 贏得消費者任心惶惶 小包裝我比較常買 然後這一次驗出來的是大包裝 我就很擔心是說同一個牌子 那會不會小包裝其實也有同樣的狀況 不敢吃了 即使買到的不是被驗出的商品 但還是同個品牌 消費者也害怕拒吃抵制 實在很怕 因為我們去那邊就是 就是買這個起司啦 這一類的東西啊 他的餐廳如果說有這類似的東西的話 我們或許就會問他 你這是不是從哪來 是不是在Costco買的 我們會問一下 可能觀望一下吧 美食賣場限甘落食安風波 不只民眾聚買 連美食餐廳也不敢用 即使第一時間下架 力往狂瀾 但幸運也回不去過往 記者章 晴江辰俊 台北報導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